双人动作再也不求人了 一个人就能完成了 爱男女好 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陆府的大改版 云尘雪衣 暂时上线的时间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呢 是关于我们如何做 门派阎雾的过程哦 好的 今天是1月5号哦 我们等的陆府好像卡了 将近快三个多月的时间哦 新的版本终于上线了 大家可能在我这个地方看到 人满为患 它只是一条线哦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大家看左边哦 这个叫门派阎雾 可能有人问什么是阎雾 你可能不太知道 那我们跟着阿暖的这个阴导来看一下 好在这里有个阎雾 是否传送是开封了阎雾 休息阎雾之数 可休 什么叫阎雾呢 还是有人问的 就是你可以在不用转职的情况下 然后可以用第二个职业 好了 我就在这门口 船怎么送啊 我们要去找黑一人 这个黑人 黑人到底被围死的吧 好我们跟他对话 学五类 好开启阎雾哦 我们看我们的副门派选择是什么呢 呃因为上线是新学艺 而且学艺要求必须主门派是罗莉哦 主门派必须是罗莉哦 我们来看一下 首次选择门派是免费的 哦你看我只有从中不可以选 其他直接都是由罗莉 他会介绍每一个 你看神威 天香 航门 丐帮 跟我 无独 我觉得其实我 那个我觉得成功蛮好玩的啊 但是不收少女 就是他不收未成年 他是公家机构 好我们要选选艺药 他只收少女 你看不收少女跟只收少女 这是这是严重的歧视啊 好了他只收少女 OK我们来我要选这个哦 我就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 那个样子 我很喜欢罗莉嘛 首次选择雪衣之后呢 七天就可以重修 但大家注意哦 关于这个七天重修部分是 如果你有转职 你的主职也有置换的话 他这个就会清零 就重新开始算起 就可以重新选择 因为我们在转职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就是说 呃就是哎 转职要怎么讲 转职的话就是 代表说全部都重新开始 哎呀这不会讲了 凡你懂理解了 哎呀我的妈呀 好啊选择雪衣 那选择雪衣之后 那写七天后可以重修 他开始倒计时了 因为我们两个他 他是气劲嘛 那雪衣也是气劲嘛 所以我今天演武 缺人后射几的当前门牌切换为雪衣啊 切换后需要三十分钟的冷 冷静看冷静 演武成功 好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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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然后 我变成雪衣 哎呦好特别啊 我要去旁边按按 这个鞭子感觉好特别啊 哎他这个这是没有特效的情况下哎 哦这个突进好长 那没东西可以放 我的妹妹 没有东西可以打 只有搞出来 然后这是副职业的部分 那如果要切换回去 有怎么样呢 不要高兴在那玩 搞笑吗我 如果要切换回来 是不是要找他 哦 这个就是等于说 你要切换回来的时候 还要再跑来找他就可以了 这个会方便到以后我们打方战呢 或是就是 比如说你需要打画本的时候 人数不够 我们常常你看哦 他的演武还有个特殊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每次呢 周天的晚上十点钟 到星期一的早上五点 都是禁用的 这是为什么呢 带一个叫排行榜 排行榜的结榜是 每周一早上五点刷新的时间 所以呢 在星期天的十点的时候 就是开始就不可以演武了 就所以你们 要去做演武转换职业的话 必须要提前 就哪怕你想要拿排行榜前十的称号 那还有呢 就关于提琴的限制 还有他这边写的 射下使用洗髓单 初心单造性单 前都需要处于主修门牌 在成功使用后 射下已选择的演武门牌 被请控去重新选择了 这是演武的一个说明 好了 同样的 因为我选择完这个职业的演武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职业 切换还是要回来这里切换呢 偷偷看一下学艺的套路 因为之前有出学艺的一些 简单的套路 这个是属于 这应该是属于输出 然后这应该是类似防御 应该也不是吧 这画本群战 哎呦好大哦 哎这根本就远攻吧 这真的就远攻啊 这 哎这根本就有移花啊 说真的 哎玩堂门的人应该很顺手啊 这没有特效就这么成功哎 他核档是什么样 好大哦 哎我真的很有兴趣玩呢 哎 赶快彈不光是上网 我们看他重划长什么样 啊所以我重划 我旁边的 我妹妹就这样而已 好我们再看完这个眼屋 其实眼屋还蛮简单 也没什么太多的 在这个眼屋部分呢 还会这个位置显示啊 你就会能看到说 他CD的时间 就是点他 他就会去看出你CD时间 你再重新去选择新的质 也可以 那每一次切换呢 需要消耗的是5000岁银 然后你在体肤的部分呢 我其他道理玩过很多次 他切换很简单 而且价钱也没有要求很高 所以大家在切换的时候 还是OK的 那至于 这个因为没有正 诶正派不是已经提升为 这个新的 诶 看 对 正派已经可以显示出来了 就是因为正派可以做为皮肤 我们在另外一个影片 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正派皮肤的部分 诶 他的正派是这样的 这是银色的 没有特效吗 你这不可能因为没有拥有 所以没有特效吧 诶 没有特效 没有特效诶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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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的特效是这样的 很简单诶 这个特效就小了一点 就是 就是很 太小了 就好像你就没有正派的感觉啊 但是漂亮还是漂亮 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啊 好我们再看一下 学艺的部分呢 那是如何给他穿衣服 然后这边有显示 有看到吗 我的副职业 因为我像切换职业了 所以我现在给移花交换 但是啊对我一个白票账号 我要给他个简单的建议是 如果你像我白票账号嘛 我是移花 那而且我是奶的关系 那输出的部分呢 我一定打不过大牢 或是有课金的人啊 所以我一般在打画板的时候 我还是选择用移花 那因为我一般用移花点 因为我是奶 那如果我选择是学艺的话 我输出不OK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学艺穿衣服的部分 不是说他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吗 嘿嘿 哦哦 尊深幻影 是否叫单线一柜窗态方案 应用節妹妹换回 啊是这样的吗 啊是这样的耶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穿不同的 我真的很相af人不好意思 真的耶 喔他是这样来置换的 给他穿小一点我穿多一点 我被走了 诶我的衣服又去哪了 冬天比较冷要穿上衣服 哦原来是这样的 哦好好玩哦 诶那特效可以一起上吗 有诶他特效其实上 那应该上不同特效 虽然白白号也没什么特效 但是上特效这个还是小事情吧 还是给他多穿点 他添尺了牙 上不同的特效的话 给他上这个 上这个吧 然后我还是用这个 我真的好乡下不好意思 那个乡下人那个 觉得什么都很神奇 好特别啊你看 哎呦这好特别 他可又像特效哦 所以各位台服的同学们 你们在收集现在什么 青龙啊四海时候 要好好考虑一下咯 而且如果像我一样 要有兴趣玩选一的人 我们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他打斗的时候 哎呦穿不同的衣服 感觉两个女儿 我这范围真的很大 这哪里是什么中层范围啊 只是他没办法跟你站在一起 哎哎哎 好啦以上的部分呢 就是关于炎雾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第二个门牌之野 不要通过任何的就是花匪 就能达到第二个门牌之野 其实是还不错的东西哦 好啦这是关于炎雾的部分呢 至于雪遇到怎么玩呢 什么我可能要再研究过 但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好啦我是小花 今天影片就这样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这个炎雾的部分 最快要在今年秋天上线台服哦 现在就要好好做准备啊 就像给他用漂亮衣服啊 就好像就是你看 要给他用漂亮衣服 然后还好就是 安排下自己相应的东西吧 来吧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字发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的下个影片再见啦 没有 从小铃铛 身上的